监管局不时都会举办公开讲座 同大家一起探讨有关于物业市场上一些烟门的主题 以及物业佳的过程当中必须留意的要点 未来的时间我会与几位嘉宾就着租楼的题目 聊聊天和大家分享不同的心得和意见 在讲座进行之前提提大家 各位观众可以在你们的问题方面写在视频下面的留言位置 我们的同事收集了之后就会尽量安排嘉宾作答 讲座开始之前 让我先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 他们分别是城市大学特约教授曾渊仓博士 周博士你好 另外有安裔顺德伦律师事务所的法律贯民张忠全律师 张律师你好 还有就是地产代理监管局的执行总监陈宇景律师 陈律师你好 欢迎三位 今天我们的讲座主题有关于楼宇的租赁 买楼投资的业主多数都会将物业放租去赚取租金的收入 但是受到疫情影响和环球局势不是那么稳定的情况之下 先问一问曾博士 业主应该是选择继续将物业放租还是出售套现呢 周金回报要怎样算呢 才算下一个合理的投资呢 我觉得最好是继续持续持续 因为理由是现在的息口很低 息口很低 你物业放租 虽然租金回报都是低 两者差不多相等 现在租金回报大约是两厘 公楼的案件也是两厘 基本上就等于是租客帮你付息 那你就是还还还还本金 还还就完成了 那层楼就换你了 这些是一个不容易遇到的机会 这么低的一个息 虽然不停有人说 这个低息可以维持很久很久很久 但是很难说的 既然现在是低息 不妨继续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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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三十年前 適合十多厘 但当时租金回报 租费利用很高 所以两者是相乘相乎的 所以用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应该这样说 买楼收租是一种投资 既然是投资 虽然我刚才说的 现在租金很低 但是因为息口也是低 就算租金很高 息口也是一样很高 两者都是一样 服装平衡的 总之 这是一个投资 如果你对物业的投资有兴趣 这是一个投资的红目 物业投资和股票最大的分别 就是抗贯作用 因为你会借钱 同时借相当多的钱 甚至现在那些什么首置 可以借九成 所以我就觉得首置可以借九成 这些过去很多年都没有机会 香港我只记得 当时我买楼 1990是借九成 没有多久 不知九三或者九四年开始 就没有了 然后一直一直借到最近 就是有这个九成 这些是机会来的 是要捕捉这些机会 借九成的机会 这些是档冠 借得越多最好 如果有人肯借 然后肯借十成给你 最好就借 那刚才你说的回报方面 其实多少才是一个合理水平呢 就是我们会计算通胀 怎样去计算呢 永远没有合理 永远都是合理的 是 当息口很低的时候 通胀一定是很低 所以永远都是合理的 那息口很高的时候 通胀都一定是很高 就是好像我刚才说的 九十年代初 我刚刚在香港第一次 我买楼的时候 那时候息口很高 通胀都很高 所以两个息口通胀 和这个租金回报 这三个东西 全部是齐寸齐推的 所以永远都是合理的 没有那个不合理 现在两厘是不是合理 也是合理 以前八厘九厘也是合理 怎样有平衡风险呢 譬如大家会想 我现在本身可能有层楼 我沽了它之后 用来投入股票市场 可能会否回备更好 你放了一层楼 你拿着钱 现金 看看你有没有其他投资项目 刚才我说过 楼和其他投资 好像特别是股票 你拿不到这个杠杆的作用 有些人说股票都可以借马转 但是借马转 股价跌少许就立刻要補马转 所以那个风险肯定就比楼大 楼基本上就是 你个个准时供楼 楼价跌没什么问题 除了商业楼 商业楼一般不是个人去买 一般是企业去买 企业去买 就去银行拿一个借款的Nine 不过有可能银行就觉得 你借得太多了 要调整一下 如果是一个个人买一个住宅 来收租的那些 你个人准时去还钱 没什么事的 因为记得2003年 香港很多副资产 但是基本上绝大部分人 照顺他们是不资产 最后都没事 因为银行并没有逼他们去做什么 那他们捱一下捱一下 捱过了就没事了 谢谢曾博士你的分析 听完曾博士的分析之后 可能有些业主都会选择 继续将物业放租 在业主和租客定立租约的时候 要订清楚双方的权责 当中有很多细节都需要注意 张律师 其实业主和租客有什么法律责任 签租约的时候 又有什么条款需要特别留意 首先这样说 一个租约其实是业主和租客 他们两个的私人合同 一般来说我们会见到业主和租客 他们自己会谈好细节 但是如果在我们说到法律责任来说 在业主的责任 首先他一定要给一个宁静的使用权 一个租客 即是代表当租客合理地使用这个单位的时候 他不会被人干扰 业主也不会将他驱逐出这个单位 当然了 如果在一个住宅租任里面 而他连加司一起出租的时候 业主还要给一个所谓的承诺 就是那个单位在租日开始的时候 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居所 这个我们可以说是业主的一个法律责任 另外在租客的法律责任 我们会见到是比较多 也是比较重要的 首先我们大家都会明白 一个租约最重要的就是 业主和租客双方同意了去租任这个单位 会作出一个适当的租期 以及才要交租 所以租客他最重要的一个承诺 就是他要准时交租 因为如果他不交租 就会作为一个违反租约的事宜 第二件事 在租客的身份上 我们有时候都会见到 租客是需要交这个税的 那个税我们所说的就是差享 差享其实是一个占用税 我们也会见到 如果那个租约里面 没有写明是谁交的话 我们都会寓意那个租用者交 因为他是占用人 当然也是可以由业主和租客他们两个 自己双方去同意 究竟谁负责去交这个差享 第三 租客也是需要合理地 以一个应有的租客的态度 去租用这个单位 而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 而第四 在整个租任期结束之前 他们除非是双方有任何的协议 如果不是 租客是需要排除了自然的选委之外 他需要将那个物业去借良好 清洁和可以再出用的一个情况 是将物业交回给业主 而这些我们都会见到 是业主和租客他们在 谈好租约上面的一个法律责任 至于我们谈租约的时候 究竟有什么特别的条款要注意呢 我们要知道 一个租约最重要的就是 业主身份 租客身份 物业的身份 租期 租金 还有除此之外 我们也会知道 经常都听到的 要交印花税 如果租期超过了三年的一个租任 我们需要去土地注册注册 除此之外 刚才所说的 都是一些标准必需要知道的 有什么特别的留意呢 我们经常都会见到一些糾纷 是关于 那个单位上 有些维修 有些保养的问题 在这件事上面 我希望业主和租客可以留意到 一般来说 我们业主 就是负责一个外部的维修 以及结构上的维修 而租客就会负责内部 以及非结构的维修 如果是可以由租客和业主 他们两个 在来定租约的时候 谈清楚 可以避免很多的糾纷 除此之外 我们讲一讲的那个租期 我们经常都会听到 在租期上面说生药、死药 这些其实很多人都会不清楚 会很混淆的 其实我们可以讲一讲 我们先不如不要用生药、死药 我们用死药、生药 为何要先讲死药 一般来说的租期 一开始那段时间都是死药 一个租期很少可以 一开始就会是生药 而死药的意思就是 业主和租客双方 都会受那个死药去监管 死这个字其实是不让你们去退的 有任何一方面要求 嫁租、退租 或者完全是终止的租药 其实那方面都已经是违反了死药 当然了 生药来说我们可以有两个含义 一个叫做逐租权 一个叫做退租权 我们可以试下用退租权的想法想一想 退租权就是在租药的期内 其实任何一方都可以向对方发出一个通知书 就是说通知书 那个通知期完满之后 其中一方面是可以退租的 但是我们会看到 通常我们业主 就是为了保障他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还有租客也都可以保障他投放了的 装置费是用得其所 我们会知道那个退租权 可能是在那个租药期开始之后 若干年份或者若干月份之内 是不可以给这个退租的 我们打个很简单的例子 一个三年期的租药 如果业主说 业主希望可以收到两年的租金 他这个退租权就会写明 在开始租药之后 24个月内 是不可以去执行这个退租权的 这样的情况之下 业主就可以很稳定地 肯定地收到24个月的租金 去到最后一年 就可以给一个机会 或者给一个权的租客去退租 当然了 有一个叫做逐租权 逐租权就是最适合 我们所说的生药 逐租权就是说 其实在死药完满之前 发出一个通知书 是会由租客去执行的这个逐租权 会用回同一个单位 希望和业主签回新的租药 当然租金可以有加有减 可以再来定过 但是如果真的 租客去执行了这个逐租权的话 我们所说的 生药就会变为一个死药 这个就需要大家去留意了 有没有说过年期其实是双方自己的议定 还是通常都有一个 比较普通的大家都会用的年份 其实租期完全是业主和租客自己的一个考虑 当然在业主的角度 它会在商业上的考虑 它可以考虑的时候 前面那个死药可能是约干的年份 到生药的时候 它自己有一个权 如果租客想去执行它的逐租权的时候 它可以加租 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商业决定 基本上是否在签约的时候已经要来定 是 没错 一定是在签约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来定了 因为那个药里面是可以写得很清楚 之前是一个死药的一年 接着有没有逐租权 逐租权是逐的一年 我问了张律师 如果到时我们订了约之后 突然间有些经济因素 我们想改动的时候 可否双方再订定过 其实我一开始说 一个租约是业主和租客 他们大家的一个私人合同 其实在任何时候 那个业主和租客 只要他们大家是谈得了 我们都可以做任何的改动 当然你问这个问题 我们可能会看到 现在近期很多都会是一些租客 他要求的业主减租 其实我们看到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业主可以处理的 例如业主可以承诺 我可以跟你减租 但是我要延长租期 又或者我们提早中止租约 让租客可以早点离开 都可以的 他们完全是自由的 基本上可以因应着不同的经济环境 你知道现在疫情之下 很多人都 工作未必真的收入那么好 就要跟业主减租 都要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会的 这个也是近期很普遍的情况 好 多谢蔡律师你的分享 多谢你 虽然租楼看起来 买楼简单得多 但其实当中有不少的细节 业主、租客和物业代理之间 有时都会出现不同类型的纠纷 也想问一下陈宇京律师 其实有关租楼的投诉 相比于楼月买卖的投诉方面 哪样会比较多一些呢? 业主或租客找代理帮忙放租或租楼的时候 有什么需要特别留意呢? 租赁交易完成之后 其实业主和租客 可否要求代理继续帮忙 跟进租客入住之后的事宜呢? 好的 麻烦你 陈律师 好的 其实来说 现在的资讯很发达 很多时候 有些业主或租客 如果我要找一个楼盘想出租 或者想找一个租客 透过互联网 透过很多地方 都可以找到一些租盘 问题是 例如一个业主 放租一个租客 要找一个楼 大家不相识的时候 贸贸然去到一个地方 大家先放心 还有一些细节 或者物业的资料 其实大家又懂不清晰 譬如像刚才张律师所说的 我们要做一个合约的时候 大家又懂不懂得去做呢? 其实这一方面 物业代理 可以给大家一个服务 所以大家租楼的时候 可以找一个专业代理 负责这一方面 提供服务给大家 刚才提到投诉方面 哪样的比例更多 其实这么多年里 都是挺平稳的 都是两成到两成半左右 都是关于一些租务方面的投诉 而租务方面的投诉里面 其实有八成左右都是住宅的 所以来说债部分 我们的投诉都相对稳定的 其实都是很民生 大家日常生活的东西 可能都会接触这些交易比较多 刚才我说过 如果大家是想租楼也好 或者找个租客也好 我们透过一个代理的时候 我们就要选择一个代理 我们留意到 其实现在坊间 有很多 来临种种的宣传 像我们今天在Facebook 跟大家见面 在Facebook里面 也有很多广告 大家可以看广告的时候 你会留意到 这些广告 那个人的身份是什么 他疑似是一个代理 但是他又没有一个公司名 所以在这里呼吁大家观众 如果你要找一个代理 为你服务的时候 大家看广告是要留心的 究竟这个广告是哪一个出的 究竟这个人的身份 为什么没有公司名 没有牌照号码 什么都没有 隐藏了自己的身份的时候 你找他租楼 他里面那些所谓的物业资料 其实是可不可靠的 可能就是要提高警告 没错 所以大家首先要留心 到底代理方面有什么服务 可以提供给大家呢 举个例子 如果是一个业主放楼的时候 一般来说 第一件事 代理会跟业主签订一个地产代理协议 来定了大家互相的一个责任 最重要的就是究竟收费是如何 业主放不放适 各方面一些细节 随即代理会为物业做土地查测 还有在参与物业股价处也要拿一些资料 可以看看究竟这个物业 譬如说有没有按揭 如果有按揭的时候 租下可能需要一个银行的出租和热书 或者是尺数是多少呢 上面租是多少呢 租一层楼究竟是多大呢 另外来说 有没有一些 譬如说是建筑命令 这些东西地产代理都可以提供一些资讯 给业主等了解自己的物业 接着来说 可能会做一些推广各方面的东西 物色租客 如果见到租客的时候 地产代理会跟租客签订一个 俗称太扭子地产代理协议 来定了大家的服务费用 另外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视察物业 看正确了 以价 有一个中间人帮大家去以价之后 大家的条款清清楚楚 就准备一份租药 租药里面 其实我们也有个要求 就是说 如果是一个物业 连同一些 譬如说是家司 或者是电器 我们也有个要求 地产代理是需要 将每一个资料 详细列在里面 即每一个项目都写在租药里面 是的 没错 特别现在是这样方便的时候 可能 譬如说 有些电器有些用品 我很紧张的 拍照 夹上去 大家都不需要争论 这些方面代理可以提供到各方面的一些服务给大家 如果看回租客要留心的东西是什么呢 其实租客要很留心一件事就是 现在可能疫情又或者是方便 我们可能VR看楼、video看楼 很多方面不同的方法去看楼 但是最实际的 你始终都要亲身看的 因为你都不知道那个video是什么时候拍 或者注意处理 尤其是有些物业 本身来说是租开给租客 没得看的 你真的完全完全不看 你都不能够确保 究竟租客用到那个地方是什么情况 另外现在有很多 特别是年轻的一代 我喜欢养一下猫 养一下狗 这个就要在两方面去拿资料 第一 业主容不容许 第二件事 就算业主容许也好 可能大厦公契是不容许的 所以这个一定需要问个管理公司 究竟容不容许去养宠物 有时候租客里面 有很多时候会包家具、电器 或者主义处理的东西 这方面双方一定要很清晰 界定究竟我要包些什么 不包些什么 有时候我们要看到 业界也好 或者租开楼的人 有时候他们会有很多的术语 譬如说这些术语 是否大家租客业主、地产代理 三方面都要明白 是不是清楚明白 有时候租客可能不明白 是的 有时候他们说包警馆 谁是警馆 由华地警馆 还是旺国警馆 原来是餐香管这块 这些来说 大家一些术语说完之后 就以为明白 其实可能又不明白 有时候我们看到租客说 包全屋 入场加司及电器 出事了 究竟是包入场加司 及入场电器 还是包入场加司及电器 因为入场的电器 我想除了冷气之外 其他也不入场了 冰箱也拿走了 然后洗衣机也拿走了 怎么办呢 这些字眼 大家最紧要是有一个很清晰的明白 另外就是一些口头的承诺 譬如说业主说到时有这样的要求 那业主又说好了 这一个最紧要是大家各方面写下 不要到时就可能又不记得 可能有一些争议 所以大家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业主方面要特别留心的 其实最紧要是你想租客是怎样的租客 这个要是要很小心 但例如说 通常来说业主特别紧张的 就是他份工稳稳稳 是否交到租的 如果是一个那么紧张的情况下 就必须要在签约之前 就已经拿齐些资料 就不要说到时后保 约就签了 接着后保不了给你的时候 究竟那个租客做些什么的工作 他不交租哪里找到他 这些都需要特别留心 另外来说就是双方面 我们今天说疑是记 记就是要记 不要记 就是要求不要过高 刚刚grace有说 究竟租了之后 一些的情况 代理是否有责任 这个其实一般来说 地产代理的工作 就是当大家交了房子 交易完成之后 他的工作也完成了 但是有时可能就是 一个服务方面 可能租客联络不了业主 透过代理可能是业主 或者是有些方面坏 或者是诸如处理的东西 透过代理给一些服务 但是这个其实来说 那个代理是有一些服务提供 所以大家就不要一个期望很高 就是说他为什么不帮我 为什么他不做 我相信如果一些售后的服务 如果业主或者租客方面 有所要求的话 希望大家先进行 之前离地了一个协议 如果不是来说 去到后面 大家不开心 就不太好了 特别是租完之后收楼的情况 很多时候有一些争议 因为有些争议就是 这里是 例如业主觉得 购物业有些损毁 又扣减一些案金 这些争议 很多时候 代理夹在中间 有时就会被 双方面两边不讨好 其实这一方面 其实代理也未必是一个责任 去处理大家收楼的情况 租约结束之后 这些就是大家要留心的地方 陈律师也说得很清楚 多谢陈律师的分享 最重要是实地考察 无论是租客还是业主 最好都是委托 专业的持牌代理处理交易 记住要多问 知道多些才能保障自己 我们又回来买一买曾博士 最近很多朋友都说 现在楼价方面受疫情应该 可能会跌 应不应该入市好呢 从租客的角度 在现在的情况下 应该是租楼 还是真的入市上车好呢 还是你都会建议一下 他们购买其他的投资产品 或者储蓄更多的首期 迟一点 等楼价方面 可能有机会会再跌才买呢 怎样看呢 实际上就不用理会这些 这些全部都不重要 如果你说楼价 这个世界没有几个人 是真的神仙可以意识到楼价 实际上如果我们看楼价 目前的楼价和去年年底比较 如果我们比较那些指数 不论是政府的指数 或者是中原城市 领先指数 基本上是没有变化的 现在楼价和去年年底 差不多是一模一样 差一个百分之多 所以目前的楼价实际上是叫做稳定 如果我们去看其他国家 实际上现在全世界 几乎只是香港的楼价 没有上升 全世界都上升 你游到很简单 全世界都上升 香港的水不上升 是政府压住的 政府有很多招税 压住令它不上升 既然在这个情况下 你说楼价会跌 谁说一定会跌 不一定的 没人知道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跌是什么商业楼 住宅 没人知道会不会跌 商业楼之所以跌 是因为人家为什么要租商业楼 它是租来做生意的 现在没有生意做 商业楼的租金就一定跌 但是住宅是完全不关这回事 住宅楼价要跌 除非香港很多人失业 很多人失业 就真的租不起了 这件事会不会发生 我们不知道 因为政府一定想尽办法 去保持失业 不会提高 所以这个就是 补就与计划等等 所以打算楼价会跌 去买楼 过去十几年 有N个人已经是这样想的 结果等下等下楼价 一直都上不了车 一直都上不了车 因为越来越贵 钱就越收越了 甚至有些人更糟糕 放出去 打算放出去等待 稍后平均一些 再买入来 结果我记得 两年前花旗银行 做了一个调查 这样就说又不知N那么多人 就下车车 就是这些东西 打算放出去 迟些买入来 所以投资就是投资 投资是一个 特别是一个买楼投资 是一个很长远的一个计划 就是你想做或者不想做 想做就去 其实两者没有冲突的 其实你都可以一面租楼 一面买楼 不收租 给一个来 就是自己租 你喜欢住的600尺 或者喜欢住的800尺 你买不起 你只要买得起38尺 就是买个小一点的单位 是的 租一个大一点的单位 是的 也可以 你喜欢住 你交得起那个租金 就租个700尺 600尺的楼来住 然后你买得起300尺 就买个300尺来收租 没有什么所谓的 两者没有冲突的 那300尺 特别是现在 如果你是什么物业都没有的 你只是首置 那首置有很多优惠 不只要交那些税 很多辣椒税 你不用去交 尽量去利用 再加上刚才说的九成案期 九成案期都是一个 应该尽量去用的 这个 过去二十几年 没有九成案期的了 我已经说过 又九 不知九三年 或者几时开始 已经没有九成案期 直到一两年 去年或者前年 就开始 又有九成案期 所以这些是一个机会 我们要捕捉这些机会 有九成案期 尽量去借 这是一个投资 所以投资和租楼 是没有冲突的 同时租楼是灵活很多 你终于两年又搬去另外一个地方 两年又搬去另外一个地方 但是投资就比较重演一些 我们将它分开来处理 其他投资产品的比较又是怎样呢 譬如我们看到股市 其实有交投也很差 其他产品 其实刚才我也有解释过 买楼最大的好处就是档杆 借钱 特别可以借九成 买股表哪里有九成的 这个码钻去借 同时就算你有九成的码钻给你借 股价跌一成 你就立刻要补回那个一成的差价 另外一点 股价可以经常这样移动 楼价就不会这样移动 这样移动 你心动停了 晚上睡不着 所以这个楼不会是这样波动 所以买楼是一个最好的地方 就是它相对稳定 楼价当年曾经发生过 跌得很差 以往也有银货盘 是的 跌得很差 但是这是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 就是2000年到2003年 在那个很长三年的时间 这样跌下去 赵美国睡觉起床明天突然之间 跌了10个百分之间 买股表 有些那些垃圾股 好像昨天有垃圾股 一天跌了90个百分之间 这些都有 所以买股表是 你整个布局投资 其实投资的东西说来说去 就是资产的分配 就是你手中有这么多钱 那你怎样去分配 多少是买楼的 多少是买股票的 多少是买黄金的 或者买其他远生工具 每一样东西都有不同的风险 那你自己就觉得 怎样去组合成这个投资的一个组合 令到你是觉得舒服的 那个风险是你可以成就的 这个是重要的 毕竟每个人的风险 承担能力都有不同 要仔细分析 谢谢你 珍博士 谢谢你 我相信观众听完珍博士的分析 都会仔细考虑清楚才做决定 张力思 其实以你的经验 在住宅和租赁当中 通常会发生什么类型的法律问题 或者走分 业主或者租客 可以如何尽量避免发生这些事情 在住宅租赁当中 我们周不时都会听到 有几大类型的糾纷 或者一些法律的问题 首先我们会见到最多的 就是一个住宅租赁的用途 如果真是一个住宅租赁当中的住宅物业 从事一个失业用途 其实这个是会违反了政府的官批 地租契 也会违反入伙子和大厦公契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业主是可以有权 向法庭申请一个命令 是将租赁没收 也是拿回物业的空置管有权 即是将物业收回来的 因为这个违反是比较严重的一个违反 第二个糾纷 我们经常都见到 就是租客欠交租 我们说到欠交租 可能有时候 譬如有一些轻微的漏水 那个物业 那个租客就说 那个漏水我就不交租了 现在 其实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首先要去寻求 那个租赁里面 如何去理定 究竟那个租赁有没有明确写出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用这个理由 租赁是可以暂时不交租 或者用其他方法去抵消 那么我们要知道 在一个租赁里面 租客交租是必需要的 而且租客交租这个责任 是独立于业主 需要履行他的业主的责任 即是说 租是一定要交的 如果不交租 其实是业主是可以有权 向法庭申请 将租赁也没收 将整个物业收回来的 那么第三样 我们会见到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 那些糾纷 都是可能是业主与租客 在那个租赁上面 写得不清楚的 那么我们可以再说一个 例如我们说是分租 我们可以说一说 如果一个租赁里面 没有写明 究竟那个租赁 可不可以分租的话 其实他是可以分租的 所以我们制定一个租赁的时候 我们也很希望 会写得很清楚 就是如果那个租赁是想分租 必须要得到业主的事先的同意 才可以分租或者转让 如果不是 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是一个严重的违反 另外一个糾纷 我们经常都会听到的 就是究竟那个租赁案件 可不可以用来抵消租赁的呢 这个我相信是经常都会听到的 尤其是是住宅租赁 香港的住宅租赁 我们见得最多的 就是我放了两个月的案件 在业主那里 我最后两个月就不交租了 让那个业主就将那个案件 来抵消租赁的租赁 是否真的可以这样 是的 我可以跟你说 现行的香港法例是不容许的 除非业主和租客双方 在租赁里面写到明 是可以用这个案件来抵消租赁 因为案件它有一个定义的 案件的用途 其实第一件事是要肯定到 或者保障到那个租赁 他会去履行这个租赁里面的责任 例如交租 例如遵守大厦的公契 量好使用这个物业 还有就是我们见到那个案件 很多时候就是整个租赁完了 交回一层楼给业主 业主就会去验楼 业主验楼的时候 拿着那个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的案件 就看看那个物业 会不会有一些 其实是超越了租赁里面的损位 而需要用那个案件的金额 来到好补偿 如果那个租赁去到最后一个月 或者两个月 他就不开始交租了 不交租了 就说拿个案件来顶 其实如果是这样顶完了 抵消了之后 其实业主是有可能会是一个损失的 所以我也想提提大家 租赁的案件 除非得到业主同意 如果不是的话 是不可以用来抵消这个租赁的 我想问一问张律师 其实刚才你说 不可以抵消那个无交道的租赁 但如果他真的没有交道 而业主可不可以过了两个月之后 他就直接给了案件 他就这样抵消了 其实我们要知道应该是这样问 你问完这个情况之下 应该问我业主可不可以追回那个两个月 那个两个月的租赁 其实当租赁完结之前 其实我看到如果他真的没有交两个月租赁 一般来说租赁交租有15天 时间给他交租 过了15天之后第16天 其实业主已经可以向法庭申请 去将那个租赁没收 以及拿回那个新能楼 我们告他那个或者追讨的理由 就是他欠交租 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一定要在租赁完结之前 业主已经上了法庭 开始了这个法律诉讼 是的 接着 这样的情况之下 业主应该的做法就是 追回那两个月的租赁 追回来之后 这个程序应该是这样的 是的 很少业主就坐在那里等 那就算了 当然有些业主觉得 只要那个租客 完整整将那个物业交给我 我放心 我可以尽快去再 将那个物业出租给另外一个租客 很多时候我们这样处理了 当然这个都是 业主他自己会放弃了某一些权利 因为他的权利就是 在整个租期里面 他要收足租金 接着当租赁完了 他收回那个单位 所以案金如果不用任何有任何扣减的时候 案金才要交给租客 是的 很多时候这些都是要清楚 看清楚租赁方面如何去理订 谢谢李章律师 你可以更加精明一些 好的 我再举一两个例子 很多时候我们收到业主的一些投诉 反而有时是一些业主 他本身对那个物业有权益在里面 譬如说一个联名的一个物业 可能是男女朋友一起买了一个物业 然后可能已经分开了 就分手了 因为那个代理帮他两个一起买回来的时候 就对大家有个认识 曾经有个个案 就是因为他认识其中的一方 那个男孩说要放租 那个代理都完全是帮他买回来 知道这个男孩是其中一个业主 就安排了一个租赁在里面 原来他已经和女朋友分手 她朋友不知道 变了后来女朋友就发现 为什么那层楼租了给人 我都没有签过租赁名租赁 钱就没有收过 这个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所以譬如说 租客也需要小心 那个租赁究竟是否看清楚 那个土地查册有多少个业主 是不是所有的业主都在租赁名租赁名租赁 另外来说 有时候有一些遗产物业是一样的 可能那个代理都跟那个家人很熟 可能那个儿子 过了身的妈妈 拿个物业出来出租 但是这个可能是其中一个儿子 其他的后人 可能本来对那个物业 都有权益在这里 他们的遗产的执行 各样东西是未完全处理完的时候 那里面究竟有多少个受益人 其实都是不清楚的 所以这些情况也会有一些争议在这里 另外有些个案 就是可能是代理 有时候的竞争劲力 对于一些服务来说 都希望令到双方面满足 曾经一个个案就是 租客租了一个物业之后 业主又不是香港的 发现冷气坏了 要找我代理求救 联络业主 大家都找不到业主 我代理就说 我介绍师傅帮你整整个冷气 这个是一些额外服务 不是一个代理的服务 就是纯粹打算帮忙 帮忙 怎料很差不差 弄坏了个冷气机 接着他业主要投诉个代理 这些来说 有点无辜 因为对于他来说 他也是忍着好心 你知道香港如果没有做个冷气 可能晚上租客都挺难捱的 所以这方面也希望租客业主 都要谅解 有时代理他提供一个服务给大家 这个未必是他的地产代理服务 只不过是一个售后的服务 希望大家舒服地 可以到租期内 令到大家很开心 但有时他可能 做里面的事有自己的脱漏 或者可能都不怪他事 希望大家也要忍耐一下 这方面也要留意 有时租楼代理的责任也很重要 租了之后 其实代理本身是否应该无责任 租了之后 一般来说 除非大家有一个特别的协议 在里面 基本上来说 交易完了 收了房子 其实基本上 那个代理服务也完结了 我想问一下陈一施 很多时候我们租楼的时候 就说是连租约的一个盘子 那如果租了之后 代理其实是有没有责任去跟随的呢 一些连租约的盘子 买卖 对了 你是连租约买卖 如果连租约买卖的话 代理服务其实是说的是买卖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代理是需要要清清楚在合约里面 定名 这个物业是连租约 最好就是连租约给买家 可以看到究竟 那个租期 租金 各方面的细节 买家要清清楚知道究竟买的是什么 最后我也想问一下陈一施 觉得地产代理其实在租任上面 他的担当的角色又是怎样的呢 其实他作为一个中间人 其实代理来说我们也要分清楚一件事 究竟是一个单边的代理 还是一个双边的代理 因为地产代理有一个责任 是维护自己客户的一个利益 所以如果譬如是一个单边的代理 业主有业主的代理 租客有租客的代理的时候 那么两边的代理其实都要尽可能 是维护自己客户的一个利益 那么如果你说一个代理 作为一个中间人的时候 是一个两边的代理的时候 那么他要两方面的利益都要兼顾到的 那么这个是比较不容易做的 那么代理本身来说 他有一些的最基本的就是说 刚才我说傻手说的就是 一些物业的资料 因为这个就是甚至乎业主也未必了解到 原来我那里有个建筑业命令 在公共地方 可能未必了解的 但是代理收到盘子之后 其实又有责任去了解 这个物业是什么东西 另外来说就是客户的 被他的一些议价的指示 一些要求的指示 他都需要满足客户 去尽力争取一些客户方面的权益 好 谢谢陈奥斯你的分享 接着来我们就会开始答问的环节 大家的观众 就先有问题写在视频下 我们工作人员会收集了之后 尽量解答大家的问题 在这个时候 我先问一问曾博士 曾博士刚才你说 如果你是大单位免职 你买不起的话 可以先买个小单位 接着租大单位 其实这位观众想问 他未买过楼 即是手置客 他就说想买新界便宜的楼收租 另外自己想租住市区楼 那个策略可不可以怎么去安排好呢 这个就是刚才我所鼓吹的方法 即是说买楼是一个投资 目前是一个挺好的机会 因为可以借九成 同时手置又有很多优惠 所以既然如果你是手置 又可以借九成 那为什么不去买楼呢 那你买不起市区 那就买软一点的 便宜一点的 便收一下租 当作投资 另外一方面 你不是在市区租过楼 这个是正确的 应该这样去做的 嗯 是的 就好像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我住在学校的宿舍 是 那我都买楼收租 就是当作是两件事 是的 这些可能有些教师 可能会用这种策略 即使有得住的时候 都可以留意物业市场的情况 买楼不一定要住住 所以我当年买楼就是纯粹收租 然后我自己住在学校的宿舍 嗯 是的 买楼其实有自住 有投资 两人看你怎样去分配 怎样去选择 谢谢你 其实买楼住住 是 都等于交租 就是自己交租给自己 嗯 是的 这个也是一个投资策略 谢谢李珍博士 谢谢 接着想问一下张律师 就是 旧业主租给这位观众的时候 是新的一样的 到他搬走的时候 他就要还原 和初时搬进去的情况一样 他可不可以拒绝的呢 OK 那也是那句 始终租药是业主和租客 双方自己的私人合同 而我相信 他现在说 这个观众所说的就是 翻新的物业 是 我们通常就是还原的物业 但是如果你还原到好像新的一样 我相信就有困难的了 也是比较多了的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见到 一个住宅租赁 当它完结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是说 你还原回 然后就除了那些天然损位 除外 但是如果你翻新 其实就是说 那个租客 可能要给回 某一个程度的金额 才有能力 去将那个物业翻新 始终一层楼 如果是新楼住 住了两年也好 三年也好 它一定会有一些天然损位 如果是新楼 我们所说的第一件事 收水 如果你墓墙一收水 很多东西都已经裂了 这个是正常的 其实真的有一个难度 没错 是非常大的本 所以我希望 如果这个听众 租约是未签立的话 要跟那个业主 应该谈清楚 究竟他是要我还原 还是翻新 翻新是比较过的 还原也是正常的 还原和翻新 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 完全不同的 大家可能要留意清楚 没错 因为有些地方 其实你真的还原不到 没错 没错 没办法的 这些案子 其实是以往多不多的呢? 其实翻新是很少见的 但一般来说 我们还原 很通常都会见的 当然也会写明 天然损位是一定除外的 如果真的翻新不了 其实那个租客 需要负上责任? 如果他在租约中 他答应了业主 是会翻新的话 他是需要负上责任的 他真的要自己拿钱出来 去翻新单位 才交给业主 否则 业主就会拿着你的案金 看看案金够不够扣 就是这样 好 谢谢张律师 这位业主要留意 或者这位租客也要留意 接着问诚意经律师 直接找地产代理租楼好 还是经591租居网 如果经租居网的话 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 我想这位业主可能正在问 就是我直接跟业主谈 还是透过代理 刚才有提过 如果你直接找业主谈的时候 大家双方不懂 某然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大家的安全要留心 另外来说 就是你对物业的了解 究竟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去处理 譬如说土地查查是否看 地产代理是可以帮你了解 那个物业 土地产内有没有一些 特别要留心的地方 第三来说 就是业主本身的身份 是不是真的业主呢 地产代理也可以帮你 看看业主 看看身份证 看看土地查查是否对名 这一方面 如果你说不透过地产代理 这个就要自己懂得去做 这方面也要留意 各样东西问清楚 比较好些 谢谢陈律师 接着我想问租楼的问题 关于药的问题 想问张律师 是不是一定要租两年 一年生一年死的呢? 生药的时候 如果想退租的话 要多久通知业主的呢? 一个租期 首先是业主租客 他们自己可以制定的 假设他真的租两年的话 没有一定是一年生一年死的 我们看到的也可能是两年的死药 但是当你真的说到一年生一年死 即是说假设过了第一年是死药 当他开始第二年做生药的时候 如果是真的一年 只是两年期那么短的租药 我们很多时候见到那个生药 如果他想退租 只需要给一个月的通知就足够 那当然租期越长 那个退租权 或者那个生药的 中止租荣的通知书 也是变相加长的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你太短 通知了个业主 业主收回个单位 根本他没办法 可以再在短时间之内 再找一个新的租客 那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住宅租人 而是两年的租药的话 其实那一年 我假设他是一年生药 那如果租客想走 其实应该在一个死药完结之前 他就要通知了个业主 假设他是要一个月通知 那就是说在一个死药 即是在一个月 开始的租期 第十一个月 那一刻他就要通知个业主 未来的生药 我不租了 那我会走的了 那我住了死药 那过了十二个月之后 我就会走 那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做法 那因为我刚才说过 如果你真的一个逐租权的话 那个生药 如果你一开始用的话 一开始用了 你就会变生药变死药 那就可能 后面余下的十三个月 去到第二十四个月 叫第二年 已经变成死药 你就走不掉了 那听了张律师说 其实时间方面的掌握也很重要 没错 如果真的要通知业主的话 要把握一个黄金的时间 可以 如果过了的话 就比较难搞 没错 好 接着也有问题 想问陈雨景律师 关于按揭方面 这位朋友说 租客可以从什么途径 知道那个单位 有没有做到按揭 即是有没有在银行做按揭 如果要看到那个单位 有没有在银行做按揭 因为银行出租的按揭 给那个业主的时候 就视乎银行 知不知道那个业主是自用 还是出租的 这一方面 如果你说想保障自己的权益 在这个物业的话 租客是可以 问一个业主 拿出租同意书用的 好 谢谢你 谢谢你的分析 接着也想问张律师 如何查这个签约人 是否真的业主 业主的家人 又有没有这个法律效力 好 其实他现在就是问 如何可以确认 在我面前的人是业主 是的 其实我们第一件事 可以做到的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 可以去土地注册署的网页 去做一个土地注册署的查册 那个查册查了下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究竟现在那间屋的注册 持有人是哪一个 如果我们知道那些东西之后 我们当然要有赖我们的专业代理们 他们要去确认一下 那个业主的身份 例如我查完那个土地注册署查册 看到是A先生 那当然了 代理们也要去查清楚 站在面前所谓的业主 他的身份证 是不是A先生 如果我们想再知多些 其实土地注册署上面 我们也可以将 那个站 即现在这个现有 持有物业的持有人 他买入这个单位 那一张楼契 我们可以用 拍下来 可以在土地注册署那里拍下来 拍完之后 我们也会看到他的身份 无论中英名名名 身份证号码 签名模式 我们也会看到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可能会给到 听众多些信心 究竟我面前那位 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业主 当然你说他家人可不可以代签 如果那层楼是A先生自己的 除非得到一个授权书 否则我们就不会接受 其他人代表他去签名 这方面就要看得紧一点 和小心一点 没错 谢谢你先张律师 接着这个问题 其实想问问曾博士 刚才曾博士说 如果上车的话 上车都可以买 就是新楼或者二手楼 最近很多发展商都推出新盘 想问问曾博士 投资新盘 还是二手楼的租金回报 会比较好些 又或者怎样去选择呢 一般来说 买二手楼收租 那个回报应该会比新楼 为什么呢 很简单 新楼入伙 一下子差不多新楼入伙 其中很多是投资的 一下子很多人放盘收租 租金便降低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供应的问题 所以这个 你买一个新楼 来收租 你要和很多人一起竞争 因为一起收楼 而收楼 你买的时候 就是一个单位 那个供应的条 没有那么多 所以那个租金的回报 是会高一点的 但是有时候我们说 新楼其实发展商 会提供很多不同的 一些上车的优惠 又或者手期不够的时候 在新楼上面 就容易上车 这个是否也是一个考虑因素 这个当然也是 刚才你是问我 什么回报 是 纯粹用回报的角度来看 而收的回报是会高一点的 因为新楼要同样竞争 那个租金不高 但是新楼也有很多好处 就是你所说的 发展商提供很多的优惠 特别是如果你不是手指 嗯 你不是手指 你就有一个上车的问题 那么 你不是手指 你可能要给多很多其他东西 那么 发展商可以帮你 那么 自己做不到 那么这个也是 为什么新楼其实一般 它的仇价和同居的租楼 都是高一点的 嗯 都是因为它提供很多 发展商提供的优惠 租楼做不到这个优惠 嗯 这个也要因应自己的情况 去选择先走 是 对 接着这个问题也想问张律师 就是问租的单位是顶层 是否真的可以用上天台 好的 那这样东西是要视乎 究竟业主他有否拥有天台 因为有些天台会是公家的地方 那如果是公家的地方 就不可以使用天台 那如果顶层那个单位的业主 他是买了天台的 拥有天台的 而那个租客知道了 亦都想使用天台 必须要在租约里面写到明 就是他会用上天台的 那么当然可能会和听众说一说 使用天台亦都有很多限制 因为天台的使用权 与我们一般的住宅 或者顶楼也好 多少楼也好 是有些分别的 所以不要想着可以用天台 就当天台好像住宅楼那样用 不可以盖顶 亦都有很多限制 可能你会使用天台的时候 你会见到大厦工契 讲到明就是天台只可以种花 所以什么都不能摆上去 所以一定要小心 刚才你说天台讲到明给你听 只可以种花 不过有时租客都不是那么听话 那业主又不是经常看着 我也听过有些案件 是将天台 可能是间了一间玻璃屋 间了一间房 那业主其实又不知道 那责任是在租客上 还是在业主上 有两个层面 如果是说业主的责任 因为业主买一层楼 他要承诺了遵守大厦工契 所以在整个大厦工契里面 可能管理公司或管理署 是会出信要求业主将天台还原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责任就在业主那里 当然了 但是使用天台的时候 那个责任就要看回租约 租约就变成了业主和租客中间的责任 当业主收到这个通知 业主第一时间就要通知租客 就告诉他 你违反了使用天台的用途 麻烦他立即去纽证 如果他不纽证的话 其实业主可以用这个理由 是将租任务收回单位也可以 不过大前提也要业主知道 租客这样做才行 没错 因为很多时候租客 如果他不开门的话 业主可能清楚知道他里面怎样做 没错 好 麻烦你先来试试 这个问题也是问你的 有个朋友 这个可能也有些朋友都会遇到 就是他租了一层楼 有个朋友就说 你去那里就住大约一个月左右 他就想收回这个朋友少少钱 可不可以的呢 好 这一样东西有可能会牵涉入分租 但是这个是比较我们叫灰色一点 因为始终如果是我租了一个住宅的单位 有个朋友上来我那里和我同住 一起住的 在业主的角度 他只是知道租了一个单位给我 也不知道我和谁同住 当然如果我和业主说明 我租这个单位的时候 只有我家人而已 太太小朋友或者工人 但是突然间多了一个第三者 或者一个街外人 可能如果业主知道了的话 业主就可能会怀疑 我是分租出去 因为分租 不论他有没有收到有任何的代价 有任何的租金 其实都算是一个分租 而分租 在一个租赁来说 刚才说过 如果他是明确写到明 一定要得到业主先同意的 而我没有问过业主 其实当我是毁弱的 但是另一个问题 如果我不收我朋友钱 而我让我朋友住一个月呢 刚才也说了 分租不一定要收代价的 分租不收钱也可以是一个分租 所以最好就不要这么拼 原来是这样 所以实际的情况 真的要小心一点 跟租赁去做 比较稳妥一点 大家在租赁里寫清楚 都是一件对大家有保障的事 一定 谢谢你张律师 谢谢你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问题 我先问一问曾博士 曾博士 其实我们在说现在的投资环境 大家担心失业方面有机会再上升 政府也说了今年经济环境 经济有机会收缩 实际经济和楼市的关系 你又怎样看呢 也有多少听众 或者观众 他们都关心 经济环境不好 其实虽然我们看到 现在的楼价没有跌 但未来其实没有了份工 其实你想供楼都供不了 是 怎样去平衡 绝对有关系 这个也是刚才我一开始说的 其实在全世界其他地方 很多地方就是楼价是升的 即是香港不升 就是因为其他地方跟香港比 就是最大的分别 特别像美国现在失业都不用休 政府一个星期比会600块钱 但是香港政府有没有能力 这么长期的一路一路付钱 令到维持失业率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这个我不知道 现在政府说 这个现在是出了第二期的补就要 有没有第三期 不知道 这个也是一个专闭 的确是一个专闭 就是说经济可不可以维持 在目前的水平 如果经济进入一个衰退 就租金会跌 楼价会跌 这是一定的道理 不可别免 如果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楼价可能有机会 就在现水平再回落 是否这样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是觉得 真的经济会衰退 那你现在不想买楼 那我没所谓 不就是等 不过刚才我一开始所说的 我们不可能 真的估得很准确 未来会是怎样的 所以你觉得会跌 甚至个人你觉得会跌 投资都是要自己负责 是的 如果你是真的很准确 可以计測到 那你可以观望一下 好 这个问题是问陈宇景律师 想问地产代理放租之后 找朋友租了单位 但是他说他的表哥 就说这样是犯法的 是否真的 其实就要 不至于犯法 其实就要视乎 你和代理之间的地产代理协议 如何来定 那举个例子 比如说很多时候来说 比较一般的条款都会是 如果你透过某一个代理 他能够成功 介绍到租客给你 那他才会收取你一个佣金 那么刚才的例子 可能就是说 你放了给某一个代理 那个租客就不是代理找回来的 那么自己找了另一个人 直接就租了出去给另一个人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都不是透过这个代理 如果根据你那个协议 是说成功找到租客 才有一个佣金的付出的话 那就是换句话说 其实就没什么特别发生的 那都可以这样做的 都可以这样做的 大家不用那么担心 张力思 想问一下 如果我租房的时候 可能是和亲戚朋友去租 那大家就说 就是不用写得那么清楚 那样东西大家都知道的 口头上有很多的一些交易 到签了一页之后 有争议是否会很麻烦的 是啊 其实口头协议 因为都可以生效 但是口头协议 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写得下来 将来就会叫做口同备咬 所以当有机会 是将那个租药真的写下来的时候 我都希望是将所有的口头协议写完 那写好之后 将租药去给印花税 打离印 白字黑字 是来得比任何一方都有保障的 好 另外这个问题也是问张律师的 就说是否所有租药都一定要去土地注册处 那里注册 如果业主不注册 租客的权益 会不会没有保障的 就这个香港现行的土地注册条例 一定要是超过三年的租药 我们才会拿去注册的 如果不超过三年的租药 其实是否注册对业主和租客 其实影响是不大的 当然如果超越了三年的租药 而又没有注册 那是会对一个租客有影响的 因为如果业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交不起 例如他真的按了一层楼给银行 他交不起还款 银行来收楼 银行就会说 你有个租药在这里超过了三年 但你没有注册我不知道 那银行就是有权去逐个租客走 当然反过来 如果这个超过三年的租药是注册的话 当银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银行是可以取代了业主的地位 银行直接跟租客收租 那租客就可以享用他余下的租期 另外我也想问一下 有些租药就包了电器、设施、维修 那如果电器坏了之后 刚才陈景律师说 那个冷气维修了 我又找不到业主 自己弄了之后 可不可以问业主方面收钱的呢? 那我们首先要知道 租药它是包什么 如果它只是包一些电器 但是又没有给任何承诺 说那些电器是合用的 可用的 那其实电器用到中途 坏了很多时候 业主就不会负责 但是如果租药写到明 就是说它包括那些电器 那些电器是良好的 也都包括全期都可以用到那些电器 那租客其实 如果发现电器坏了 他自己维修完之后 应该给一张单 给业主告诉他 但当然了 我就会提议租客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先通知业主 有那样电器坏了 是 因为业主有权 他用自己的方法去换过 或者找人维修 但是如果租客不通知业主 看到坏了 自己找人维修 业主可能会跟你争 你找那个维修师傅很贵 天价那么贵 又或者维修的时候 可能弄坏了 没错了 那就会多了糾纷出来 所以如果有这些情况发生 租客应该第一时间 要通知业主 看看业主和他商讨一下 究竟用什么方法去解决 以往我们租楼很多时候 都会说全包 可能是包柜 包床 包雪柜 包电器 但是是否一定要是新的呢 没有这个限制 刚才陈律师也说了 现在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做租药的时候 看到有包家司的 我们不如拍照 写一个很详实的清单 我自己的经验是 连那个电器 或者那样东西的物件 的牌子 都会写出来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将来业主和租客 就不会有那么多糾纷 当然是 各样东西都写清楚 问清楚会比较好些 没错 另外譬如我住的单位 我想问问陈律师 我住的单位 有业主说 未来不租给我 就想给其他租客来租 其他租客又想上来看楼 我可否反对 因为我在那里住 这个租客和业主 真的要磋商 因为这个 其实来说 业主是需要给租客 有一个宁静的使用权 对于物业 所以租客说 不同意被人去看楼 其实也可以的 所以如果大家的关系如何 方便不方便到业主 大家互相吵吵 好 这方面又问一下张律师 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 我在那里住 当然不想有人上来骚扰 尤其是现在这样的情况 但是如果另一个租客 又真的要看了他才肯租的话 那业主可能会给我压力 那怎样呢 如果那个租药上面真的没有说明 是可以在租期里面 是让那个业主进来 找一些我们叫做 可能会新的买家 或者新的租客看楼 那其实租客是真的不需要开门的 所以我们会见到 很多时候去买卖一个物业的时候 如果是连租药买入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知道 没有楼看的 看不到楼的 只会知道有一个租药在那里 在代理门 其量只会见到 或者问业主拿到的 就是那张租药的一部copy 是 只可以见到这么多东西 是的 这方面可能真的要知道清楚 如果真的有人在住的话 你分分钟是看不到楼 但是可能租金 或者可以商业一点都不重要 没错 另外这个也是要问张律师的 就是问案金的问题 刚才我们也聊聊过 如果业主发现 监局有些损位 可不可以扣案金 又或者如果那个案金 可能只有某部分的金钱 扣完之后 我发觉还未抵上到那个损位 那又怎样呢 好的 那案金是其中一个用意 是可以当物业收回来 我们去 业主看楼 就是看楼的时候 去验楼的时候 如果发现有些地方是损位了 而那些损位在租药里面 也都不是包含 它作为一个自然损位的话 那就可以用案金来扣 但是如果已经是 将整个案金扣完了 是的 都不够的 那当然了 有些业主真的会寻求法院的协助 去追回它不够那个损位 因为我们也会有时候 在网页上也看到 有些租客租完走了之后 就是七角这么乱的 乱过乱撞干业的单位 又或者那些墙很多洞 又或者马桶也会打烂了 漏了水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业主是绝对会有权 向之前撞了租客去追回 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个恰当 或者一个应有的租客态度 去租用这个单位 它已经是破坏的单位 所以是会向租客追回 所以其实无论租楼 业主方面 有时候很多事情都要谈清楚 问清楚 我发觉原来也有很多人 在租楼方面有不同的问题 当然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真的有限 如果大家有其他问题 都可以稍后 从一个专业的途径 去问回地产代理 都可以的 在这个时候 讲座已经来到尾声 好多谢今天几位嘉宾 抽空出席 和我们作出这么多的分享 多谢先 如果市民想知道更多 有关于物业租赁的知识的话 可以看一下这本 由地产代理监管局出版的 安心居屋指南 这本小冊子 可以在监管局的 消费者的教育网站 smart.eaa.org.hk 那里找到 网站上面 亦都有其他 有关于事业和委托代理方面的资料 给大家参考 所以大家就可以 上去这个网站那里 看一看 亦都可以看这本小冊子 了解更多 当然 都希望 稍后有机会 再和大家见面 可以再谈相关话题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多谢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